台湾移民后代知名华裔法学家刘洪威 曾经两度获得欧巴马总统提名 出任联邦法院第九巡回上诉法院的法官 后来因为他自由派立场以及年纪太轻 被参院共和党杯葛 进入联邦法院闯关失败 但是刘洪威今年受到加州州长布朗的提名 宣誓就职加州最高法院法官之后获得通过 成为华裔在美成功典范 刘洪威在近期接受了本台的专访 分享她的心路历程 刘洪威是台湾移民后代 1970年出生于乔治亚州 出生后不久父母带着她移居到了佛州 在佛州短暂居住后 1977年全家定居在加州 我父母在台湾从1960年到台湾 就像很多移民 他们来到这儿因为他们想要 孩子们有更好的机会 和更多自由 刘洪威说 和其他许多华裔移民家庭一样 父母对她的教育和成长都寄予厚望 当我从学校上升级 我看到那种旅程的方式 我会变成了一种旅程的方式 我会变成了一种旅程的方式 并在史丹佛大学获得了生物学士学位 如果就这样按部就班走下去 现在的刘洪威可能已经是一名成功的医生 然而在读书期间 刘洪威对政治产生浓厚兴趣 并活跃于学校的学生政治社团 后来她在英国牛津大学学习了哲学和生理学 最后于耶鲁大学获得法律学位 刘洪威说 激励她进入法学界的最大动力 是对教育的热忱 2003年 刘洪威进入博克莱加大法学院任教 并获颁结出教学奖项 刘洪威曾两度获欧巴马总统提名 出任联邦法院第九巡回上诉法院法官 但因其自由派立场 今年即清 被参院共和党杯葛 欧巴马总统也在今年7月宣布放弃提名 虽然进入联邦法院闯关失败 但刘洪威今年受加州州长布朗提名 出任加州最高法院法官 并获得通过 9月正式宣誓就职 作为华裔赛美成功典范 刘洪威认为成功的秘诀在于 刘洪威说 走自己的路 即便这条路从未有人走过 即便这条路看起来一片陌生 仍要坚持追随梦想 因为如果不这样做 就不会得到真正的快乐 而如果不快乐 不管有多成功 都无法体会人生的真正价值 再次回予告 再次回予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